國會改革是民主黨DNA 今天怎麼變成你再阻擋 國會改革訴求跳票了八年 這個DNA是從民主進步黨消失了嗎 韓國瑜委員臉書有發文 就回應了民眾黨提出的國會四大改革 韓國瑜市長當選了立法委員以後 積極的針對我們國會改革的訴求 來提出回應 表示支持 表示肯定 我覺得這個就是未來國會一個正向運作 非常好的範例 民主進步黨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搞不太清楚 他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柯建民不斷地強調 國會改革是民進黨的DNA 那怎麼會把國會改革看成DNA的民主進步黨 針對於蔡英文2016年所提出來的 國會改革訴求跳票了八年 那這八年這個DNA是從民主進步黨消失了嗎 那如果是的話 現在這個DNA 民進黨早回來了沒有 我們對於韓國瑜準立委 提出這樣子一個肯定的一個回應 我們表示非常的歡迎 我們也呼籲民主進步黨不要再回避這個問題了 林志群跟陳學勝有爆料說 國昌老師過去提了八個法案 但是沒有一個被三讀通過 就是好像人員差提案沒有人支持 法案在國會裡面可不可以獲得通過 其實要看的是是不是符合社會的需要 是不是有達成改革的理念 內容是不是正確 這才是重點 他們說我人員差 這也是事實 我本來去立法院就不是來交朋友 我來立法院是來做事的 難不成要大家八滴八滴 獲悉你嗎 上週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公佈報告 就是T-talk在這次選戰中 有明顯的就是支持柯文哲 我也不曉得 這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研究報告 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民進黨跟賴清德就沒有再用T-talk 第二個是T-talk上面本來就是以年輕人為主流 絕大多數的年輕人都支持柯文哲 所以研究的結論是T-talk支持柯文哲 我想這麼荒謬喔 就根本完全沒有辦法經得起任何檢驗的報告 你就把它當成是側翼粉專的發文就好了啦 現在下集了完了 支持柯文哲 架組耀